大家好,我們這次暫題的題目是 空年蝦五節幼蟲自動投胃裝置 水產產物在幼苗時期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和心力去照顧 然後每天要投胃高達六次 然後在凌晨和夜間都需要投胃 在二年級的課程當中要繁殖泰國蝦 泰國蝦每天需要投胃四次以上 而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還有假日無法投胃那麼多次導致他們營養不良而死亡 而在外面販售的自動投胃器都是以人工飼料為主 而我們研究的空年蝦五節幼蟲自動投胃裝置是以活餵為主 不會因為過多的投胃量而敗壞水質 也可以提供魚苗誘養性 還可以活成一段時間可以延長水產生物的 設食機會與時間 我們的空年蝦五節幼蟲自動投胃裝置 是結合了我們一般的空年蝦固化器 還有我們的數位定時器 然後跟我們一般我們去五金行跟水族館 就可以買到的打氣機封管 然後電磁閥三通 然後跟我們的紫逆閥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可以在生活中 去五金行跟水族館找到的物件 我們用這些 我們用較低廉的成本 然後用出了我們可以使它 我們的投胃率跟我們的攝食率 還有我們需要的給耳量 那些我們都有做調整 我們也可以精準的 控制我們所需要讓魚苗設食的 風年蝦亮 然後我們可以讓我們的 餵食頻率 我們來學校自己去 花費的時間更短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 我們的時間 可以拿去做其他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就可以減少我們人力的成本 我們希望可以之後改良為 我們可以有晶片 然後或者是手機APP來控制 然後我們可以遠端 將這些東西包含在手機APP 然後我們遠端控制我們需要頭耳量 然後我們的餵食量 可能我們需要幾秒的給耳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更精準的是0.01秒 或是更短的時間 讓我們結合手機APP去實現我們需要的給耳量 我們希望這個裝置可以讓我們在水族業跟我們的水產相關業者上面給予其他的幫助 然後可以讓我們這些技術更進一步發展 讓其他有需要的可以更發揮它的利用價值 我們的自動圖的裝置經過一次的改版 由於第一次的裝置沒有缺少戰動法的緣故 所以我們的封環會直接從上面進入我們的腹化器內 導致下沉電磁髮和腹化器中間會有死水的產生 使封環蝦缺氧死亡 那死亡的封環蝦會經過管子進入五缸內 使水質敗壞 那我們在第二個版本中 我們增加了一個三通法 將封環連接三通法 使氣可以直接從突破器的底部進入內部 使封環蝦不會有缺氧死亡的問題 那我們的封環蝦無血又從自動投尾裝置 目前已經朝向商品化開磨及專題申請的動作 然後這個方面可以讓我們的商品可以量產化 或是更精緻化 那我們可以把這項裝置更簡潔便利的給其他人 然後我們可以讓它變成易攜帶式 或者是更精美然後好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